你真的如果说了解神通经他们的话 以他们的这个做法跟现在的一个做法 他们可以选择静静不要出声的 我什么都不要理 我就选择静静都不出声 什么都不用再做 即使西亚界大选没得上阵 他们也不需要像今天这么样 面对的几乎是大部分人的责 然后网络上的攻击 为什么他们要这么做 就像我们所说的 他们今天是把党内很多人不敢说的话 都直接说出来 要把一些行动党基层不满的声音都表达出来 为什么 所以今天他们把这些声音说出来之后 行动党中央你有听到吗 显然的是有听到 但是他们的回应却是全力的攻击他们 但是看到林伯伯亲自去到马里有假的 其实呢 对行动党中央过去的手法 对付这个异议分子的话 就是三招 第一招呢 就说这个纯粹是一个权力斗争 输了就走人 第二招就说你是背叛党 背叛人民 第三招就说你被国阵收买 这一次呢 当然除了这个代主席陈国伟所说的独流 让大家印象深刻 其实还有一句话更为经典 就是林冠英所谓的四人帮 什么是四人帮 其实文革之后呢 四人帮已经是成为一个专有名字 指的就是江青 王洪文 张春桥 跟姚文言 四人帮呢 是毛泽东的亲信 都是在中央核心里面握有实权的 他们表面上呢 是要搞这个文革 但实际上做的是什么 就是要对付大批的老同志 把别人整倒 把别人打成是叛徒 背叛主席 背叛人民 背叛党 背叛国家 不准你有自己的思想 不准你有自己的声音 而且当时候为什么要这么去做 都是担心一件事 就是担心自己的江山不薄 对 所以你今天看起来的话 四人帮扮演的是什么角色 江青在法庭上受审的时候 就说得非常清楚 我就是毛主席的一条狗 谁叫我就是毛主席叫我咬谁 我就咬谁 这么直接有他 是的 也就是说你今天看说 用四人帮来指责这四个人的话 你不会想一想 其实沈同庆他们像不像四人帮 还是某一些人更像四人帮 所以当你用一些很恶毒很严厉的话 来指责他们的时候 其实你要顾及到这些话 很可能你会伤害到自己 而且老实说 用这样的话来攻击自己的党同志 真的不应该是行动党的一个文化 其实就像当年台湾民进党的一个资深大佬 沈富雄 他要退党的时候 因为他面对党内一个人独大 而且党内同志互相攻击 感到非常的心寒 所以他退党的时候 他说得很直接 在民进党里面 最大的敌人不是敌对党 而是反过来攻击自己的党同志 这句话听起来会不会觉得很熟悉呢 也是蛮悲哀的一件事情 所以当我们就要提到今天的主题 一将功臣万古哭 是的 其实很多人尤其是华人 其实蛮欣赏这种一将功臣万古哭的一个做法 一将功臣万古哭 对就觉得这个是很有气魄 做大事的 真的 所以今天很多人认为说 在你要迈向执政不成的一个路上 有一些人不合时宜走吧 有一些人不愿意跟走吧 甚至如果不听话 砍吧 但你有想过吗 如果一将功臣万古哭的那些万古哭 是你 或者是你所熟悉的好朋友 好伙伴 好战友 你会不会用另外一个想法来看这个事情 你可以说 沈同心他们的想法是out 或者怎么样 但是你不能够否认是他们过去所付出跟奉献的 所以我就想说 他们今天提出一些东西 是要很大的勇气 他们的做法 是有很大的勇气 就像前 而德国的前总统 维之赛克所说的 每一个世代的勇气 都重新决定我们的文明 我想说 今天 政治也是怎么样 你可以对一些政治人物 失去信心 但是我们不要对政治 失去信心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